大家好 很開心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題目是 AI2.0時代的產業轉型跟雲端運用實務 以下我簡單介紹我自己 從大家這裡看到 可以看到我有很多 場觀學研一些資歷 主要是因為我在軟學擔任理事的時候 那時候AI來了 所以我在2017年就成立 AI大數據智慧應用處境委 來推動整個產業 我個人其實本身就是資訊背景的 我從1993年創意到現在 其實我想用資訊科技 來解決企業客戶服務的問題 很開心在AI的時代來臨的時候 其實AI也對我們客戶產業 產生很多的幫助 我等一下分享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段 今天我想用這三個主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從談談AI科技趨勢 跟AI2.0的數位轉型 我來談談生成式AI的應用跟挑戰 最後我覺得用生成式AI 還是要很重視的 就是資料安全跟規範 我這邊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首先我們來談一下 AI科技的趨勢 跟AI2.0的數位轉型 我經常在講 科技的進步 其實正在驅動產業的變革 而產業的變動 是不是我們都跟上了 我們能不能利用資訊科技 來協助我們在各種變動中 能夠創造新的競爭力 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得到 AI0來的時候 其實AI可以幫我們協助我們產業 能夠來做智慧化的應用 我們怎麼做呢 一般企業就會把它資料加以收集 收集完之後 我們找專家來建立一個模型 然後融入你的應用 而這樣的技術基本上都是一個辨識的技術 而在這麼多的AI應用裡面 我們也特別強調我們應該用AI的工程來做管理 而在這樣的世代其實已經幫忙 智慧系統產生很大的變化 過往的智慧系統都是在做自動化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自動化裡面 再加入智慧化 把人的經驗融入 所以就成就前所謂的人力 所以我們享受了AI的能力 在最近這四五年來 AI一點整個的發展裡面 其實對產業的幫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也開始浮現一些負面的效果 比如說AI的誤判 AI的偽造 還有資料的外洩 隱私產生的問題 這些AI也造成了一個負面的影響 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 AI還是要持續發展的 而持續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怎麼注意來把AI科技變成福祉科技 這也是AI2.0在談很重要的一些議題 所以我們講AI2.0 它是在談AI治理 我們希望發展以人為本 永續發展的可信任AI 而在這個波子下大家都知道 AI2.0的出現 其實跟深層式AI的到來 也產生很大很大的一些影響 所以AI2.0已經來到了 在AI2.0來到之後 人們終於有方法可以把人類的智慧系統化 而它可以支持產業的成長 而它的方法怎麼使用呢 就用從小跟你媽媽講話的方式 就是對話就可以使用AI的 所以它會將會非常的普及到每個人的身上 所以在這AI2.0的時候 它會特別著重在治理跟三個技術 就是深層技術 沉浸式的技術 還有永續的技術 我在上面有特別列了一下 剛剛在2024年的科技趨勢 它在今年的十一時效已經提出來了 所以我在上面那些項目裡面 也特別刮著2023或2020 表示它就是這些年份的科技趨勢 所以從2024來看 AI的信任風險安全跟管理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也是一個可持續性的技術 還有民主式的深層式AI 將會讓每個人都可以很迅速很快速來運用AI 而AI來增強開發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用的方式 當然會在明年會很重要的 還有當然也特別提一個叫做機器客戶 這件事情的概念也很簡單 其實簡單講就是 當機器是你的顧客的時候 那你就想你的產業變化跟發展 將會有怎樣的改變跟發展 所以在AI20年的時候 資金系統除了自動化之外 加上AI1.0的 把人的經驗系統化的能力 放到裡面去 再加上深層式AI把它放進去 所以整個資訊系統就具備的創造能力 這是過往從來沒有過的一個能力 所以在深層AI裡面 大家都知道TrueGP來臨 我這一頁是我對TrueGP一個結論 我覺得TrueGP它標誌一個對話時代來臨 就如Siri標誌一個語音時代來臨一樣 它對產業有一個正面的意義跟發展 它是一個超大語音模型的深層技術 它的理念是什麼呢 它連是說當我讀完全世界的資料 我就可以回答全世界的問題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從全世界資料裡面 能夠讀懂它 其實這個內容就包含了全世界 所有人在完成各種工作 各種任務的能力 所以大語音模型就是因為這樣子而誕生了 而我們都知道這個誕生這個大語音模型 從最近大家的使用的經驗上 都已經發覺它非常的厲害 它可以產生很完美的文字 它可以幫你講很多很好的故事 所以我整理一下在TrueGP這種大語音模型的一些能力 我把它歸結成兩個部分 一個我覺得它是我們最佳的生產力工具 它對每個人的資能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一個就是來做創新服務 面對客戶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用這兩個購物面來加以分析 我覺得我就把它列出來 在生產力工具面向只能 它有這七類 而面對顧客的創新服務 我們可以用它來做客戶服務 我們拿來改進人機能 TrueGP這樣一個應用跟系統 我們可以生成回答客戶問題 更好一個方式 它是一個你很好的個人助理 協助你可以完成客戶跟你互動的各種問題 它可以幫你生成文章圖片 就是由這個生成AI來改 另外在行銷上也可以幫你產生行銷計畫 提供各式各樣的建議 跟行銷內容的生成 來讓你來做活動的推廣 在互動的過程裡面有更多更適合的描述 這些都是它能力很好可以幫你來完成的 所以我說AI1.0到AI2.0 它的思維正在改變 從AI思維1.0也改變到AI2.0的思維改變 我們覺得資訊來的時候 我們都稱資訊是第三波 那當然在台灣是1980年代 所以資訊科技很成功發揮它自動化的角色 而在2017年AI1.0來了 AI思維1.0就是把人的經驗系統化 而AI2.0在2023年的今年就是第一年來到 那產生對我們有更大下一個幫助 它把人類的智慧系統化 而它用什麼方式存在 它讓智力像電力班一樣讓我們隨手可得 所以你會想一想 誰是有一個聰明的顧問在你身邊 那我們的工作將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所以我說稍微想像你的未來 正在朝我們而來 而我們是不是做好準備了呢 所以我說在這樣子的工具不斷展現之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其實是New Edge 在微軟也特別在今年初就把GPT融入了Edge 跟融入Beam這樣子一個服務的一個 搜尋引擎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看 未來我們在用Beam的時候 這樣要怎麼用 像這個我就是用Beam裡面 它跑出一個聊天的功能 在搜尋引擎裡面 你可以用聊天的方式跟它來做互動 所以我把它放大一點 大家也看清楚一點 我如果問他說 請介紹一下AI3公司 他從網路上直接幫我搜尋AI3的內容 所以他這一找到剛好是我公司的網站 他就介紹AI3是一家怎麼樣的公司 然後接著他還回問了我三個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可以想一想 在一個搜尋引擎如果開始改變 你不再是用關鍵字跟它做查詢 而你是直接可以問他問題 而他也直接告訴你答案 而答案內容還告訴你 它是引用哪裡的出處 那你覺得這個對產業 將會有怎麼樣的變化跟影響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未來社會是變成這樣子 搜尋引擎開始提供這樣的一個功能的話 所以網路搜尋資料方式 它將會改變 我們透過詢問的 把問題講得越清楚 它越容易找到我們所要的答案 那我覺得人們使用網路的行為開始改變的話 整個產業結構會重新改變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我們再想一想 目前網路搜尋其實在數位經濟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想想你在網路上開店 你的客戶怎麼來呢 大部分人就會去下廣告 所謂的SEO關鍵字廣告 你下廣告的目的是什麼 是希望在客戶有跟你提供服務相關的時候 然後能夠透過它搜尋而能找到你 這叫做導流 所以現在的方法 現在的數位經濟 就是在這樣子的方式下 建構在網路上 蓬勃的開著各式各樣的商店 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 而如果我們搜尋引擎的使用方法開始改變 我們不再是這樣的方式 而是我們直接給它具體的題目 它可以給我們必要的答案 我們真的需要的時候才會去做搜尋 那整個導流效果將會為之改變 所以我說整個數位經濟的結構 運作方法如果改變的話 是不是整個產業的資金的衝擊就將會來了 雖然現在還在進行中 但是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夠持續關心這個變化 所以我說對話是在來臨 對話成為很重要的人機界面 而人機協作將會變得更重要 我們人跟機 這個機過往是要發AI團隊 完成一個智慧應用 而現在這個機其實就是生神式AI 可以隨時在我們身邊 所以我們必須應用工具來解脫人力 人類終於有方法可以解脫 我們過往必須重複做的事情 而讓我們朝更有價值的地方去移動 所以知識工作者他需要更多的專業能力 因為生神AI出來的東西 他不一定是正確的 需要更多更多的專業 但是最大的改變就是生產力 要因為這樣而大幅提升 所以我說未來在ESG跟永續 變成企業經營要素 而AI科技也應該變成協助我們完成ESG 達成永續的主要科技 所以我最終把跪結成兩句話 一個就是面向經營 我們要拿它來提升效率 人機協作資能改變 人要更專業 而面向客戶我們來提升體驗 創造新的商模 所以AI2.0的人來到 也開始宣告一個AI2.0世代的數位轉型 正在開始 那數位轉型我們都知道 是不斷有很多創新的企業 當新科技出現之後 他就拿這些科技 開始來改變他服務客戶的方法 提供新的服務來滿足顧客 而顧客獲得更好的服務 而願意跟他購買更多的服務跟商品 所以進而人們使用的行為就被改變了 所以消費者行為 就是被數位轉型現行者所改變 而在這一波來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才感覺到 深層正在AI呢 一般人大部分都在這個時間 就是去年的11月30號 去GP問世的 而在問世的時候大家覺得 哇這麼厲害的一個應用 那其實不是這時候才開始厲害 是在這之前有很多廠商 已經開始說投入了 這些都是現行者 我覺得最近被一家公司叫Jusper 這家公司在2021年呢 他用GPT 3.0 融合的行銷文案深層 這樣子這個領域裡面所有需要 幫你做行銷企劃 幫你寫故事 幫你產生各式各樣的文案 而大家到今天為止 從2021年開始提供服務 到今天已經是一個獨角獸的企業了 所以我說2023年AI2.0的所有審議 正在開始 像微軟或像我們公司 其實都不斷的把深層AI 融入我們過往的服務裡面 來提供給客戶 而今年的6月全球第一部的深層師電影 冰霜也已經問世了 這部電影我也鼓勵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是不是最近有在注意好萊塢的新聞呢 冰區公會他一直抗議到前幾天才落寞的 他們在爭取什麼 他們的工作權 但是從我覺得這個是來的其實變化很快 其實他們除了抗議之外 應該要趕快改變他們的智能 所以我說如果一部電影可以這樣子 那我看報告未來的三天內 可能真的可以出現一部電影 你看不出來他全部是深層的 所以未來的電影拍是可能只需要兩種人 一種人是導演 他要佈局 他要讓電影讓你喜歡看 另外一種叫製作人 他要去找錢 找到錢之後就給這個導演 不是導演就可以開拍電影了 那語言呢 深層的 道具呢 深層的 布景呢 深層的 那他不要出外景 不用 因為你也看不出來 全部都是深層的 這個時代我相信一定會來臨 所以我說AI2.0正在開始影響所有的產業 AI2.0的數位轉型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呢 我說AI具備多任務的通用能力 AI具備創作能力 透過對話交談來做應用 把現有的辨識為主的AI 變成以深層為主的AI 而把深層跟辨識這兩樣 AI1.0 2.0交合應用 AI就成為一個最佳的生產者 而人變成的审核者 效率再次提升 所以我說AI工具多元 自立像電力一般一樣 隨手可得 更像顧問一樣 隨時在你身邊 數位轉型一定會更加加速的 那所以呢 在AI2.0的數位轉型時代 你是先知先學者 是所謂的數位轉型先行者 還是跟隨者 還是你覺得離你一躍 那你就是不知不覺者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看 深層AI的應用跟挑戰是什麼 那我用我比較熟悉 我的客戶服務的領域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說客戶服務正在再進化 我們都知道在數位轉型之下 CRM顧客關係 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最主要是什麼 因為顧客行為改變了 它最大特徵在數位時代 在數位經濟下 就是你看不到客戶 客戶從實體畫成的數據 所以你看不到他 摸不到他 但是你要把數位上 跟你的顧客繼續互動 要 那你要怎麼跟他互動 你是不是要了解他呢 也要 那你就需要具備有 CRM這樣的一個系統 來隨時記錄你跟客戶的互動 而了解你的顧客 你才能夠對他做精準服務 對他做精準行銷 而你要通過各管道 跟你的客戶在線上做服務 這些事情大家已經跑不掉了 而我覺得米戴公司都在做商務 而商務的發聲原本就是透過對話 只是過往透過對話是人跟人在做交談 但現在他可以是人跟機器人 而如果從剛剛在談2024年的Machine Cutlass 未來可能是機器人對機器人 再完成你的商務 所以文字正在取代聲音成為主流 我想大家對於Nine取代電話 大家已經變成習慣了 通路整合 服務跟行銷正在超一的發展 這兩個單位過往是完全獨立的兩個單位 但現在我覺得它正在合一 所以對話商務變成企業發展的利器 而過往我們在談客戶中心 其實他不是只有以服務為中心 他更應該演變成是顧客的經營中心 由於在數位時而正是如此 而這些發展越長久 企業就成為了一個必須面對各種數位客戶的時代 而數位客戶時代真正跟客戶有接觸的單位 就是現在客戶中心 所以我說他也正朝著一個企業的策略中心正在發展 所以那個地方才可以接受到客戶 所以面對大客群的企業 職格經營是可能的 你必須認識客戶 然後直接可以對客戶做服務做銷售 這才能是你的獲利的保證 這是整個服務 也因為這樣的科技來的正在變化 而且變得可行 我這裡跟大家舉個例子 大家今年政府有個得證 就是普發現金6000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都已經拿到了 都已經拿到的人 你還要注意一下 你要趕快把它花掉 這才對得起國家 大家知道今年普發現金開放登記的第一天 是3月22號 你們知道我們服務的1988這個服務中心 在這一天內 我們服務完成了幾通的服務嗎 大概接近5萬通 有這麼多 其中有19149通是用人來完成服務的 就是電話進來 透過人來跟他回答的 而我們用到多少人 用到大概300多人 而從文字進來的 透過網路進來的 跟chipbar的互動 我們總共完成了29257通 接近3萬通的電話 你知道我們用一支鍵 這家幾個人完成嗎 我簡單跟他講一下 為什麼用機器人還要用人 因為機器人如果不能滿足服務的時候 還是要轉給人 在客戶裡面 我們必須解決客戶問題 這才不會讓他重複來電 能夠把服務做好 所以我們在接近3萬通服務裡面 我們用一支機器人 再加6個人就完成了這個服務 所以在這種AI時代 用chipbar來提供服務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方法跟應用 而這個chipbar我們當時就是用GPT 來加以訓練而產生的機器人 所以他不管在體驗上 而不管在我們建構的事情上 都很迅速來完成這個使命 所以企業裡面怎麼來看待 GPT這件事情呢 我們說我們是把GPT的全財 變成了企業需要的專財 因為對於企業他需要 其實不是要懂全世界全財 他需要懂你企業的專財 而你覺得GPT會懂你企業嗎 其實不是 他根本不懂你的專業 因為你的專業會放到網路上 給他拿去訓練嗎 不會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要讓他用他能力 來完成企業所需要的服務 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也是你在用生AI必須要有個認識 我們的手續性就像這樣子 我們透過雲端透過AI來提供給客戶 他可以完成一個很好的互動 就是可以進行全面體驗 可以在不動管道進來 可以提供好的一個體驗 而你可以經過chipbar做自動化的服務 你也可以直接進到人去做直接的服務 而在chipbar背後有個所謂的QBICM這樣的平台 就是一個客服的平台 也是個對話商務的平台 而如果在自助化服務裡面不能滿床 我們就進入服務 而服務要做到什麼 就叫水儲運 Inify Operation 而隨時隨地都可以服務客戶 而服務完成之後不是就完了 而我們要把數據拿來做分析 這就是做數據決策 所以整個服務平台 就是這三代要素要來完成 各位應該看得到 旁邊我都加上GPT的 就表示什麼 我們把GP融入這整個服務的循環了 最近大家應該都經常在聽 微覽他特別提Corepire這樣的概念 而Corepire是什麼概念 它就是一個工具的概念 用工具來提升你的作業效率 這對產業的幫助也很大 但是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對一個企業裡面的作業流程跟作業循環 如果你能夠把GPT容納進去 最近對於整個企業的效率的提升 會有很大的提升 因為當你融合完成的時候 每個人在你的作業流程跟循環裡面 都有GPT會來協助你 這個概念我就把它叫做GPT Insight 我在今年3月28號的時候 也特別提出這樣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GPT 這樣的大語模型 融入企業的作業循環 而如果一個企業要導入 這樣子的生成是AI的應用的話 我的建議是由內而外 因為生成AI現在都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特徵 就是它的答案不一定正確 這是大家一定要認識 所以如果你來做內部服務你的同事 而正確性由你的同事來做審核 那它就可以對於你的同事的生產力 產生很大的幫助 而你在用的時候 就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提升內部作業效率 一個是提升民眾的體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在今年3月 我們就發表了 用GPT來訓練機器人的一個技術 那今年3月8月23號 我們也在提出 AI3的新客服的系統 我們把GPT已經融入整個的循環了 那整個一個客服中心裡面的服務 我用裝圖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的話 大概它會有三大段 一個當人進來服務的時候 當然企業都希望有自助服務 也讓民眾讓客戶可以自己來做 那這就是缺霸的部分 而缺霸不能滿足 就會轉去給服務人員 而服務人員 你覺得客戶人員很厲害 他什麼問題都可以回答你 其實不是他厲害 是背後他有一個非常完整的 知識管理系統 就是KM的系統 而KM系統 我們開始把它融入 讓你讓Agent可以隨時問完整的問題 他可以幫你找出答案 從哪裡找 不是從網路 是從企業的知識庫裡面 所以他就可以提供你企業的專業知識 而在服務過程裡面 在客服人員 他除了在服務你 其實他背後必須記錄各式各樣的特徵 客戶特徵 這個服務人員完成什麼事情 他要去做記錄的 所以其實他是很辛苦的 而這個部分的工作 其實對他們講負擔也很大 所以我們用生成事AI來做對話的分析助理 他整個對話過程 當你留下來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由生成AI來著力的完成 我下面有幾個小影片 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像這個是111購物節 購物節裡面就很多行銷的 推廣產品的一些活動 一般你看到在畫面上 就是像這樣的一篇文章 而這篇文章的內容 是不是機器人必須了解 是的 但機器人可以直接看這個文章嗎 又不是 所以我們就把這文章 你可以直接貼進來 貼到我們的系統裡面去 貼完之後 你就可以請生成事AI來幫你做一些資料整理的工作 所以這你選擇的你要變成幾個Q&A 因為機器人在作業的時候 他是跟人在一問一答的在互動 所以你也必須把資料變成問答形式來訓練機器人 這一篇我們要叫做預料 過往你只能靠人來做 現在你不用靠人來做了 你可以把文章提案直接給他 而他就直接幫你做拆解 拆解完Q&A 而每個問題又有不同問法 他可以幫你產生不一樣的問法 就透過這樣的方式把大部分都需要人做的工作 就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這部分大概可以節省人三到五成的工作量 所以這樣看到畫面就是他已經幫你產生出來了 而產生完一定正確不一次 所以你必須由人來看再做一些修正 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提升大幅你的效率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就是用生成人家 所訓練出來的一個機器人 那這時候 預料產生都可以由生成人家幫你做 而你就可以花更多時間去把六真體驗設計更好 而可以讓客戶問的問題更能聚焦 比如說這是AI3董事長誰 他就可以告訴你是趙昌貴 那他的學歷是什麼 經歷是什麼 他都可以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不會像過往一樣 你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給你很類似很接近或相同一個答案 那如果你問他說 那個AI3公司的地址在哪裡 而相同問題問了兩次 他答案是不是不一樣 因為他可以產生多元的答案 這都是生人AI可以帶給我們的 那對於對話知識管理 這樣的一個應用就是 我們在過往的知識管理 我們只能用關鍵字 那他列出很多 必須經過我們來做解讀 解讀完之後才能產生認識的資料 那現在生人神是AI 如果把它融進去 我們可以用對方的方式來查詢資料庫 就跟現在你看到的 他可以直接把問題寫出來 問題寫出來之後 他直接送進系統 系統就可以在你的KAM裡面 能夠編出找出你的答案 然後告訴你出處 點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內容 所以透過這樣子我們可以來問各式各樣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其實可能就在你的知識庫裡面 他幫你產生出的答案 然後再告訴你從哪裡出來 讓你隨時可以來了解 這樣子可以提升你效率非常多 在客服裡面這些事情就可以幫助客服人員 快速找到他要的知識 也可以降低我們訓練的時間 而這部分也不是只有在客服人員在用 而一般企業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提升你員工的效率 你可以把知識更有方法的把它整理到 這樣的系統裡面去 你可以讓員工透過對話 就可以來學習過往人們的經驗 你同事過往的經驗 都可以在這裡面來做展現 這是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真實的客戶服務 您好 畢姓林 很高興為您服務 這是一個電話服務 好的 您用的是哪張卡 想要調整為多少 我們用技術把聲音立即變成文字 讓服務人可以看到 現在你所看的畫面就是服務人員看到的畫面 想請問是否有投保旅遊品 這是調整他的信用卡額度 有的 請問您要去的國家以及添數 我要去日本 五天七夜 那我們針對暑籍日本行有特別的平安險優惠 200萬只要100塊錢 需要幫你線上投保嗎 這就是在客戶中期裡面 經常會做的Close State 這是很正常 好的 如果未來有投保的需求 歡迎您帶來電 請問還有什麼需要為您服務的項目嗎 謝謝您的來電 祝您順心如意 我們從這樣子的服務過程中 聲音立即變成文字 讓服務人員能夠更 更清楚他所服務內容 而這過程裡面 這些的紀錄 我們可以透過這對話內容 透過聖神AI 直接幫你產生 像這裡面我們就會看得到 在客戶之間裡面 他其實這個服務 就正在提供一個額度調整的內容 在活動代碼裡面 一般過往就要去指定 服務裡面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譬如這裡面就可以很清楚 可以看得到 他幫你產生 他是來詢問額度調整 然後你跟他介紹旅遊平安寫 那這客戶他覺得很滿意 所以從這樣的內容 而他的內容 也可以把他完全摘要出來 這些事情就是聖神AI可以來做 那這個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未來客戶人員 他專心服務客戶 而且因為這樣子 他可以服務更多的客戶 更有效力 而這些紀錄的事情 其實就可以透過聖神AI來做 那過往雖然是人在記的 那因為服務人員的忙碌 他每天要服務很多 他是不是每個都很正確呢 其實也不一定 但透過聖神AI 可以每通都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而我現在有提供一個 推廣一個概念 就是員工助理這樣的概念 我們可以透過 員工助理這樣的概念 而來 協助員工完成各式各樣的事情 像這個例子就是會議紀錄 你在會議紀錄可以把錄成影片 或是聲音 你可以上傳到系統連續 他可以幫你完成 逐字稿 還幫你完成會議紀錄 這就可以對大家產生 很高很高的效率 那一樣的 聖神AI裡面有很多能力 我們可以用他來編輯課程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希望他 他用公司的資料來回答問題 就如剛剛的對話師知識管理一樣 但是我們也希望他用本來的能力 所以我們系統裡面都可以提供這個 所以透過這個就是 他說你是一個資訊業的專業顧問 我公司是一個怎麼樣的公司 我描述給你 我要辦兩天的主管課程 他就可以幫你進行出來 從你的內容裡面 他們進行第一天第二天 這裡面不管管理跟技術都涵蓋了 你可以拿這個 開始來做你的規劃 他就變成你最好的創意觸發者 這個事情就是一個對員工來講 是一個產生很大的幫助的 我們用聖神AI裡面 很重要就是資料安全的部分 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所必須注意的事情 當我在跟微軟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也問他說 你的服務跟OpenAI都一樣 那到底你所不一樣 你的商務價值是什麼 他就告訴我 他商務價值就是 他可以提供一個穩定 又可以提供安全的一個環境給我 也就是說他每個客戶會有個叫做Cuts and Domain 他資料是不會拿去訓練的 而他可以用VPN的方式 你跟他直接做連線 所以他可以透過這樣提供一個 很好的服務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樣看 就是這個概念 如果你在OpenAI上 你跟他做對話 那這時候他會把你的資料拿去訓練的 所以從3.5訓練到4 4訓練到5 但在微軟裡面不是 他這個模型是不會變的 而這個模型 不同的客戶 他有不同自己的資料的 Domain 所以A客戶他在他的領域裡面 而且他資料 你跟他對話Pronting的過程資料 他不會拿去做模型訓練 他也提供一個功能是 如果你也不想做任何保留的話 那你可以告訴他 當他把答案回答給你的時候 他就知道把資料立即消除 這是他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從這樣來看 對於深圳AI 你要用的話 要找個安全環境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行政院也已經公告了 公開機關使用深圳AI的參考指引 這裡面總統的資料 這裡面其實也告訴我們 深圳AI很重要很重要的 他在第二條就講 深圳AI產出資訊 不可以取代業務人員的自主意識 跟創造力跟人際互動 而且一些在使用深圳AI裡面 傳統過往 我們在必須遵守法令 規章各自法這些都要遵從的 而在第五條他也特別提 不可以完全信任深圳AI產生資訊 這就是我剛剛也特別講的 深圳AI產生資訊 他不一定正確 而且相關的辦法 我應該做參考 而來訂定各單位 自己的深圳AI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用的時候 每個單位都應該建立自己的 深圳AI 而你要建立的時候 我推薦一個資訊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是資社會 他特別提出來 深圳AI的導入指引 他讓所有的企業 可以告訴你 導入指引應該注意什麼 而他可能面對的風險是什麼 而他應該怎麼來評估 來導入來應用 這個可以大家來做參考 可以來了解他之後 來建構自己的深圳AI的指引 金管會也是很重要 在金融業是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金管會在今年的8月15號 他提出的深圳AI的規範 給大家做互相確認中做討論 那在今年的10月17號 他已經確認了 他確認了六大原則 從這六大原則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要建立治理跟問責的機制 要有公平 要注意隱私 要確保系統的安全性 要透明跟可解釋 要確保永續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不管在哪個技術來 應該都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在深圳AI來 其實金管會態度 也並沒有說比較 更緊更緊來控制這些事情 而是應該鼓勵大家 怎麼來用 而用是怎麼確保這些權利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所以他從六大原則 也衍生一個八大 陪到做事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金融業他要制定自己的指引 然後要隨時檢視自己的規範 禁止法律的調適 另外AI技術 來發展監理科技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引 對於國際組織對應用 也要多做交流 那這裡一個指引裡面 他特別提了兩個 在第五天談的最佳食物的作法 還有第七天提的最佳食物守則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都應該多用AI 而在AI裡面 找出最佳的應用案例 來做一些企業的發展 這些目的都希望能夠來 對客戶 能夠公民待客 金融友善來降低數位落差 所以在盛智人AI來的時候 剛剛那些指引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大家每個企業都可以來做的 那我剛剛也特別提 剛剛在2024年科技趨勢裡面 談到AI輔助開發這件事情 所以資策會他在11月1號 也發佈盛智人AI輔助的 軟體開發指引 也說現在的軟體開發過程中 怎麼融入AI 那這封文件 我也介紹給大家 大家可以來做一些參考 所以我覺得 科技不斷的來給我們發展 但是也不斷的帶來給我們機會 GGB甚至是AI 帶來很多的更多想像跟創意 而當智力像電力一樣隨手可得 政府企業個人 應該知道怎麼轉變 我們做好的應用 數位轉型也好 智能機器人 人機器做對話商務 它帶來很多效益 但是在甚至是AI 有更多科技在運用的時候 我們怎麼拿它來提供更好的服務 而讓企業發展得更安全 這些想像也等待我們來發掘 我非常喜歡這句話 我在最近演講 我經常在提就是 接下來要比的 正是人類的想像力 冒險力跟雄心萬事 希望各位今天聽完我的分享後 對於AI應用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另外也歡迎大家持續關注 貴哥我的文章 讓我們跟著AI世代 一起榮華富貴 榮耀珍貴 好我今天分享就在這裡 如果這文章大家有訊息 然後我也歡迎大家來閱讀 謝謝您 大家好 我是Vin的Tony 今天就由我來這邊跟大家介紹 如何善用雲端的資源 強化企業的韧性 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們針對雲端上面的資源 使用上面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依靠雲端這樣的一個資源 來提供給我們企業 達到所謂的企業韌性 那談到韌性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必須先了解它的定義 我相信在世界經濟論壇上面 已經給出了一個 基本的一個定義跟條件 而這樣的定義跟條件 事實上也適用在 國家也好 產業也好 社會 甚至是我們企業 那談到企業韌性 你一定會想到數位韌性 OK 那在數位韌性的使用上面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 在我們達到一個所謂的打擊 破壞 甚至毀損的時候 我的系統能夠做到有效的防護 跟快速的復原 而想要做到快速的復原 事實上我們又取決於 你是不是有完整的備份能力 以及快速的還原能力 簡單的來講 數位韌性指的就是 防護 備份 跟還原三個項目 那如何達到這個所謂的數位韌性 事實上你要做到數位韌性之前 你就必須要達到一個 數位轉型 那有了數位轉型 才有數位韌性 有了數位韌性 你就必須有 具備彈性 你才有機會去做到所謂的數位韌性 在這樣的一個循環之下 你就會發現 連是你一個最好的選擇 如何 透過連所提供的一個工具 跟它的功能 來達成我們的企業的一個韌性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當然談到這個所謂的彈性的部分 我們就知道我為什麼需要彈性 而這個彈性所面臨到的威脅與災難 到底又是哪些 那當然談到威脅來講 瑞森衛的攻擊絕對是這幾年來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85%的使用者 其實在過去的一年當中至少會被攻擊一次 那事實上有16%的使用者 是可以在攻擊之後可以全身而退的 那相對來講有84%的用者 是在被攻擊之後是沒有辦法復原的 甚至要必須付贖金出去 而付了贖金之後 事實上也有25%的使用者 還是沒有辦法能夠拿回自己所被加密過的資料 所以針對這樣的一個嚴重的災難 我們要如何去防護它 如何去抵禦這樣的一個攻擊 那我們要先知道如何抵禦攻擊之前 我們當然要先知道說 所謂的攻擊的步驟到底是什麼 一個駭客去做攻擊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嘗試接觸期 在早期他一定會試著想辦法去找出你系統上面的漏洞 那登陸進去之後其實他也很聰明 他不會馬上的去做一個所謂的攻擊 他開始會找一些所謂的漏洞 漏洞潛伏佈置之後 那平均會大概是16天內 他會完成他的步驟 也就是大概兩個禮拜的左右的時間 那在他攻擊之前他必定會做一件事情 是去攻擊你的備份資料 因為只有當你的備份資料被他破壞完之後 他所產生出來的攻擊才會更有他的效率 因為你對於他的要求是無力反擊 無力反擊 那當然最後我們被攻擊之後 你就要想辦法去做所謂的復原 但是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你們自己企業內的系統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 萬一萬一真的被攻擊之後 我的復原能力到底是什麼 我又需要多少時間去進行所謂的復原 在一項統計裡面會發現 至少要三個禮拜才能夠完全復原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 事實上我們所遇到的案子來說 都遠遠不止三個禮拜 遠遠不止三個禮拜 所以大家在備份的這一個工作上面 到底有沒有落實 到底有沒有做好完整的準備 就考驗著大家在事前的一個所謂的規劃 那當然大家都不希望被攻擊 但是我們不得不去做好最壞的打算 萬一被攻擊了 事實上你也只有這樣的一個想法跟心態 你才能夠免於企業在遭受到災難的時候 你有能力去做所謂的復原的動作 如此一來才能夠談得上 你具備了所謂的企業的韌性 那我們談到備份與保護的恢復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去做所謂的規劃 那這裡必須告訴大家的是 LIN提供企業的所謂的雲印正常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三個主要的方向 第一個當然你資料必須要有安全 那安全的部分我們當然要做到所謂的零信任 這個部分我想最近大家都常常聽見 這個所謂的零信任 到底該怎麼做 LIN又提供了哪些機制 來確保所謂的零信任 讓我們的資料獲得一個安全的保護 再者我們剛才也提到的 你有了保護的機制之後 你還要有一個快速復原的機制 所以我們的復原 我們強調的是零輸肉 也就是分分面面的部分 都是可以做到所謂的還原 絕對不會有一個地方是沒有辦法去還原的 那這樣你的備份就失去它的意義 我們一定要能夠做完整的一個還原 當然最後還有一個部分是所謂的 所謂的自主 就是所謂的零鎖定 所謂的自主的意思是 不管你今天是上到雲平台 或者是你使用不同的硬體設備 你都不能因為使用了它以後離不開它 因為我可能有任何的一個原因 或者是公司的策略的關係 我需要去做更換的時候 我不會因為遭到這個平台 或者是硬體的鎖定之後 而產生一個依賴 無法去做所謂的更換 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的資料的一個所謂的保護 或者是所謂的自主性跟控制能力 你就會大幅的被刪減了 所以我們必須讓我們的資料 或者是我們的企業在做營運的一個 所謂的正常化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要保證它的安全 復原能力 還有它們自主能力 那除了自主之外 你還要符合一件事情 就是當地的法規要求 這也是最近這幾年來 各個國家都在針對這個部分 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規範 要確保我們的資料 不管今天是企業也好 國家也好 那它都必須符合當地的法規 才可以去做實用 否則的話 你一個外來的系統進來 然後一旦有任何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提供任何的保障的時候 其實對於企業來說 對國家來說 可能都是一個損壞 像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國內的術發部 也有提供一個所謂的 零信任的一個架構 提供給我們企業界來做一個參考 它希望我們大家都做一件事情是 針對任何的環境也好 系統也好 它必須要做到一個所謂的 永不信任持續驗證 所以這裡就蠻值得大家去了解 去做一件事情是 何謂不信任何謂驗證 不信任大家過去還可以理解 就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需要去做一個所謂的認證之後 才能夠去做使用 那驗證呢 持續的驗證不是說我今天 系統登錄之後 給了一個帳號密碼之後就OK了 事實上這個驗證是不斷的去做一個 持續的一個檢驗 這一次做了檢驗 下一次還是要繼續做檢驗 而不是像過去 一旦登錄進去 你有了憑證 事實上你只要取得憑證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重複登錄 並不是 它的持續驗證是希望你 不管在任何時候 任何人 任何的設備 每次登錄進來都必須做驗證 相對來講在資料保護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做到 持續的去驗證你的備份資料 是否是可以做使用的 OK 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它也有一些 比較詳細的一些條列出來 比如說在比較低階的中階的或高階的 各有各不同的一個要求 當然最主要是幾個重點 你的資料的遺失 可以容忍的時間 我可以容忍多久的資料不見 而我在不見的這個系統 資料不見的過程當中 我的營運的持續營運的一個 指揮計畫又是什麼 那我的備份的驗證 是不是能夠定期的去做 或者是我隨時不斷的去 所謂的抽查抽驗也可以 我們要去驗證我的備份資料 因為哪天真的需要它的時候 我是希望它能夠 可以被還原被使用的 而不是等到要還原的那天才發現 我的備份資料是不可用的 再來你一定要多幾份的所謂的備份儲存 你要放到異地上面儲存 甚至利用我們剛一開始所提到的雲端的資源 來存放我們的備份資料 一旦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我才有資料可以去做所謂的還原 那當然我們重要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我的還原既然有了資料 那要做所謂的還原 我又需要花多少時間去做還原 這個過去大家都針對這個部分 常常去忽略到它 都常常只想到我有做備份了 但是都沒有去考慮到 我的東西全部還原回來 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 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 這個部分其實常常被忽略 但是我們在這裡也特別的分享給各位是 你一定要把這個部分規劃進去 就像我剛前面一開始有提到 整個攻擊過後至少再要花三個禮拜 那事實上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就像前面一直提到的 絕對不只三個禮拜 如果真的你會發現一個系統 可能要花三天 那我們的企業裡面 我們的系統絕對不只有只有一個 那方方面面的驗證測試還原 其實這個時間遠遠比你所想像的 來的多很多 那我們如何去消滅這樣的一個威脅 這樣的一個災難 那當然我們從一開始的備份資料的存放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 你如何將資料放在一個很安全 而且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回復的一個情況 在過去我們一般的觀念很簡單 我只要有一個很大的儲存空間 將所有的備份資料放進去 那看是要放一個禮拜一個月還是一年 那我就準備多大的吃零空間 來存放我的備份資料 但是這已經是過時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想過你的成本效益 有時候為了成本 你就去縮短你的備份資料的存放 那你縮短存放資料之後 那你就想到一件事情 那我的儲存設備到底要買 效能好一點的還是效能差一點的 這個都會去影響到什麼 你還原資料的時候的效率 也就我們剛前面提到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復原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不是說有備份檔案可以還原就好 在這個所謂的競爭的資訊世界裡面 你早一天還原完成 我們的企業就早一天可以恢復正常的運作 所以中間的差異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當我們的企業走到一個程度以後 我相信我們的裡面的資料量是非常難以計算的 OK 可能過去來講幾百GB的資料量 現在可能是幾TB 甚至是上parabyte的資料量都有可能 所以在新的資料保護觀念裡面 我們針對資料的備份儲存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有不同層級的規劃 比如說比較重要的一些系統 我們就希望它可以做到所謂的DR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隨時有一個備源機制 一旦有任何問題 我可以在最短的RTO跟RPO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切換 相對來講它的效率不能夠太差 但是它投資也相對比較大 因為你必須有兩邊一模一樣的資源 隨時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切換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基本上系統資料 除非非常重要的才會這麼做 其次的部分我們就希望放在一個所謂的效率層 也就是它的所謂的磁碟的運作的效能 是比較高效的 也就是當我今天說要做還原的時候 我是可以很快速的用最短的時間之內 將資料做所謂的還原的一個機制 那接下來我可能會什麼 需要比較放長流的時間 因為這種所謂的高效率的資料 我一定是放在可能最近的這三天 甚至最近這一個禮拜的 是我經常去使用的 或者是最接近我目前的資料的 我用這種高效率來做 超過一個禮拜的部分 我可能還要再存放可能三個月 那從第一天到三個月中間的資料 我可能就會放在所謂的容量層裡面 效率也許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不是我第一優先去做還原的資料 但是你不能沒有它 因為我有可能這最近一個禮拜的資料 萬一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能夠再往回推 我就回溯到更早之前的資料 來做還原的時候 我就會需要這個容量層 那當然這個時候 我可能時間上並不是那麼緊迫 那我們就可以用容量稍微大一點的 然後磁碟效率稍微差一點的 因為相對來講它的成本就更低了 那這樣我就可以存放更多的資料 在這個所謂的容量層裡面 那再來我們可能因為法規的要求 或者是公司策略的關係 我需要將某些資料做長時間的保留 比如說一些所謂的會計帳目的資料 光是政府的要求 可能就要放個三年到五年以上 那這時候這些資料 其實只是用來做所謂的備查而已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放在一個 成本相對更低廉的儲存設備裡面 然後讓它可以放更多的資料 可以放更久的時間 只要能夠使用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一個儲存設備 我們可能就把它設定為所謂的封存層 今天不管在地端或者在雲端 我們都可以將這樣的一個資料 做這樣的一個分級存放 來確保我們公司的所謂的SLA 這樣的一個服務協定能夠達到我們所期望的一個標準 這才是一個最新的一個所謂的 資料保護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概念 跟過去傳統一個大空間 所有東西都丟進去 其實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個想法 跟一個規劃的一個概念 那除此之外 你還要去具備幾件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在NIST裡面 都會去提到的一個五大層面 就是你的所謂的識別 保護 檢測 回應 還有當然最後一個所謂的恢復 你要抵禦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惡意的攻擊之下 不只是從網路層面你要做到這件事情 你在所謂的資料保護 一樣需要做到這件事情 識別 我當然要知道誰來存取我的東西 那保護 當然我要知道我的資料 到底有沒有獲得完整的一個保護 最後我是不是有能力去檢測到 我到底哪些資料丟了 那我要去還原哪些東西 那我的回應是不是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做出適當的回應 當然最後我的復原時間不能太長 我一定要講盡辦法讓整個復原時間縮短 爭取到我們營運的正常運作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恢復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其實一樣套用在所謂的資料保護的部分呢 是我們應該都必須準備好的 要不要準備好的 所以我們談到所謂資料保護 離不開這個所謂的鋼鐵法則 過去只是說一個備份法則 我這邊把它加上一個鋼鐵 表示這是勞不可破的一個事情 絕對不容於允許你去做任何的更改 32110 三份資料兩個不同的儲存媒體 一個放在異地端 那甚至有一份資料是屬於一個 所謂的不可刪除 當然這個主要是針對像Raisonway這種 所謂的惡意攻擊 惡意的破壞 我要確保我的備份資料 是不會被刪除 不會被破壞跟消滅的 再者我還要再確保第二件事情是 我的還原必須是零失誤 你不能單純只有備份檔案存在 結果根本沒有辦法去做restore 去做還原的時候 那你這個備份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所以不只是要做到所謂32110 我們更希望大家能夠做到所謂的32110 來確保我們的資料是一定存在 而且是可以被還原 所以不要再浪費時間去找其他的工具 或者是跟所謂的惡意攻擊的駭客 去做一個所謂的談判 說你要討價還價 說到底應該付多少贖金 而且各位有沒有想過 付贖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通常駭客需要你做付贖金的時候 要求你付贖金的時候 通常會要你什麼? 比特幣 那試想各位 我們就隨時有準備好比特幣 要做付贖金嗎? 那怎麼去買比特幣?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程序又是什麼? 你可能光搞這些東西 你就會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不如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時間 在事先我們規劃的時候 選好一個所謂的完整的資料保護的工具 像命 我們就可以不用多說什麼 馬上將資料拉出來 開始做所謂的復原 命的這些所謂的資料保護 其實都通過非常多不同的安全認證 不管是在所謂的ISO2701上面 我們本身這個產品 就是通過ISO2701的認證過的 事實上還針對所謂的你的傳輸過程 資料傳輸過程的加密 或者是備份檔案的加密 我們都有通過一個嚴格的認證的確認 來保障我們的備份資料 不管在任何一個時候 或者是存放在任何一個地點 它其實都是安全的 它都是安全的 不會因為說某個地方是有個漏洞 或者是沒有經過這種所謂的安全認證 而讓我們的資料 有一個可乘之機 可以有被破壞的一個機會 在VING的安全機制裡面 我們大概分幾個層面來說 第一個 當然就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你的儲存資料 我所存放的地點 是不是具備有不可變的一個特性 再者我的復原 是不是有個快速復原的一個機制 一般正常的restore之外 除了我加強我的磁碟的IoPS 一個磁碟轉速 去加強它恢復之外 我是不是有更快的方式 怎麼做 那當然在VING的機制裡面 我們都可以去提供 再來一個完整的資料移動性 那這個就牽上我前面提到的 所謂的自主性的部分 我今天不管你要移植在地端 移植到雲端去 或者從雲端移植回來 甚至雲跟雲之間的切換 透過VING 其實我們都可以安全的 幫你做到這些事情 再來另外一件事情是監控 這個是免不了的 不管在任何時候 我們都必須針對我們的系統 不管是備份資料 或者是我們的production的環境 我們都要一個全面線的監控 確保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其實我們都可以掌握 它的一個不正常的行為 再者我們在資料復原的部分 這是我們前面一直特別在強調 你有了備份資料 你還要確保這些備份資料 是完整的 是可以被還原的 怎麼去做 怎麼去驗證 才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驗證 過去的做法做一個所謂的check sound 做一些所謂的CRC check 這個是過去大家很一般的做法 但是在這種一般的做法之中 大家在過去也時常會聽到 之前這樣的驗證都說OK 但是正在還原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還原的 命提供一個完全自動化 可以設定排程 也可以手動去做一個驗證的機制 來確保我們的備份檔案 是可以開得起來的 因為我的驗證就事實上 把資料開起來的一個動作 透過這樣的一個恢復驗證 來確保資料的可恢復性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我到底怎麼去做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說到的 第一個 修改的這兩個防護措施 我們針對勒索軟體的攻擊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方式去做 那如何用一個成本最低廉 而且是最有效的一個防護機制 來確保備份檔案是不會被刪除 不會被修改 不會被破壞的 那不管在地端或者是在雲端 VING都提供這樣的一個 防止修改的防護措施 來確保資料的不可變動性 不管你是在效能層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效能層上面也好 在所謂的容量層也好 或者到封存層上面也好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機制 來啟動這個所謂的防護機制 確保資料的一個不可變動性 那在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不管在哪一個層級裡面 它都是符合所謂的加密的一個標準 或者在傳輸過程 甚至備份檔案本身的加密 都是有一定的安全確認 都有一個安全機制的確認 這是所謂的不可變動性的一個選項 那當然我們也提供不同的儲存媒體 你可以到VING的官方網站上面 去取得所謂的 object storage 的certified的一個list 哪些機構哪些平台 它的所謂的物件儲存設備 是經過VING的一個確認跟認證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所謂的磁帶 這是一個最傳統 然後歷史最悠久的一個 off-night的儲存媒體 VING也相對上去支援它 那當然另外還有一些所謂的 immutable的儲存設備 甚至放到所謂的雲端上面去 或者是我們可以使用移動式的儲存設備 來儲存我們的備份資料 這通通在VING的提供範圍內 你可以存放在各個依照你的需求 所存放的物件裡面去 然後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再去做所謂的還原 那我們來看看一個案例的一個 所謂實際的一個應用的一個方式 在你的datacenter當中 可能你平常你就有將資料備份 存放到所謂的 immutable的一個儲存空間 當它真的遭受到攻擊 無法做使用的時候 很簡單 你只要將你的所謂的immutable的 repository 掛載到另外一個datacenter裡面去 那再從這個裡面去恢復你的資料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剛剛題目提過了 這個所謂的immutable的 repository 基本上它裡面只要是不會被刪除被修改 而且你可以啟動VING的一個特別的機制功能 叫做IN VING的一個所謂的 Instant VM Recovery的一個功能 一個即時復原的一個工具 它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你的備份檔案掛載起來 在你的虛擬平台上面開機 然後讓使用者做正常的運作 所以你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透過immutable的這樣的一個儲存設備 然後再加上Instant VM Recovery這樣的功能 得到一個快速的一個什麼 RPO跟RTO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剛才前面提到了 除了這種所謂的即時復原的功能之外 那我可以從哪些機制裡面 去取得這樣的一個快速復原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大概有分成主要四種方式 第一種你可以做到所謂的DR 平常我可能就做所謂的replication 或者是CDB的方式 將你一些所謂的重要的系統 做一個抄寫到另外一個standby的環境裡面 一旦有任何問題 我只要一個按鍵下去 就可以去做一個所謂的switch over 做一個切換動作 由production的這邊private 切換到所謂的standby的機器 啟動起來代替我的production 再者你也可以去運用所謂的storage snapshot 就是儲存快照這樣的一個機制 因為這樣的一個機制 本身所利用的資源是直接使用 磁碟機磁碟陣列所提供的快照機制 因此它的效率會比一般的磁碟的恢復來的更快 這也是在Vin的一個所謂的資源範圍內 也是被大家去大量去做使用跟應用的部分 再來你也可以透過我剛剛所提到的 InstantVin Recarer方式 備份檔案在第一時間我先不去做所謂的restore 而是先做一個掛載跟開啟的動作 讓我們的使用者能夠先使用到正常的作業之後 我在後面再去做一個所謂的restore的一個方式 這也是Vin的一個蠻特別的 蠻獨到的一個技術 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 你不用買一個非常昂貴的硬體設備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另外一個部分當然我們就是運用到 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雲端的空間 我事實上可以將備份檔案多存放一份到雲端之後 一旦地端的資料中心完全無法使用的時候 我就可以將這個原本存放在雲端上面的備份資料 直接還原成雲端的虛擬機開機之後 恢復正常的運作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就是讓我們的什麼 地跟雲之間有個更緊密的一個結合跟資源 將雲端的資源當作我的一個DR機房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我們地端有兩座機房 本身互相去做切換那當然是更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時候 雲端就是我們最好的一個 選擇之一 那除了虛擬機我們可以做到所謂的 快速掛載復原之外 我也可以針對虛擬機裡面的磁碟機 去做到快速掛載 也就是原本AVM裡面可能有一個低磁碟 那這個低磁碟我可不可以掛載到 BVM裡面去做使用 當然可以 我不用去做所謂的資料一個還原的動作 而是直接將它掛載過去 你就會想像它的速度會比 你一般的還原速度來的快的非常多 而且資料都在裡面 再者我也可以針對裡面的資料庫 單獨將資料庫做一個所謂的掛載還原 而不是辛辛苦苦的將資料庫去做一個 Restore的動作 才能取得Database裡面的資料 甚至我們可以針對NAS Server 如果你是有一個NAS Server 過去你也有使用Vin來做一個所謂的備份的時候 當你的NAS主機出現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我也可以將備份檔案直接掛載到新的Mount Point 然後讓我們的使用者 直接到新的Mount Point上面來存取 他們原本放在NAS上面的一個所謂的資料 如此一來就可以大幅的降低 我們等待恢復的一個時間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整個所謂的快速掛載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其實比你傳統Restore的時間要低的非常多 那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案例的所謂的應用方式 在平常的時候 你可能就原本就有兩個Data Center Data Center中間的資料 我本來就是透過所謂的Snap Shop的一個機制 將資料從你的A中心抄寫到B中心裡面去 那當然我今天我的A中心出現問題了 無法使用 不管是遭受到攻擊 或者是硬體上任何的失誤 或者是毀損 無法繼續做使用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B中心裡面 將所謂的Snap Shop 所做出來的所謂的快照機制 直接開機起來在B中心裡面去做一個使用 所以如此一來你就會做到一個 快速切換的一個動作 當然這個必須說它的投資就比較大一點 因為你平常就有一個A中心跟B中心 而B中心的環境可能就只是做Standby 以防A中心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可以快速切換到所謂的B中心裡面來做使用 除此之外我們除了有AB中心之外 我們剛剛也前面提過 我也可以去運用雲端 如何讓雲平台成為我們快速 恢復營運的一環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Vin的一個機制 來告訴大家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今天我們整個所謂的資訊世界裡面 三大公用平台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AWS、A9跟Google 那我們在平時我就可以將資料 不管是主料的備份 或者是我的第二備份 甚至第三備份 存放到雲端的Object Storage裡面去 OK 那儲存上去之後 我們第一個我先符合了321的一個要求 至少有兩份資料 而且是放在不同的雲平台上面 那當然你地端一份 雲端又一份 那甚至有第三份 也是在雲端的情況之下 萬一我的地端資料中心出了問題之後 我就可以將我剛剛的一個所謂的備份資料 從不管是第一備份的資料 還原成雲端的系統 或者是我直接拿第二備份的資料 還原到另外一朵雲端系統裡面去 這個就會看我們的操作 或者是需求來定 但是這邊要告訴大家的是 不管是第一備份或者是第二備份 Link都有能力 直接從我的備份檔案去做還原 而不是第一備份能夠做還原 而第二備份呢必須什麼 先倒回第一備份之後 再從第一備份去做還原 這樣子的話你的時間上面 就會拉得非常的久 所以另一個特色就是在於 不管是哪一份備份 第一或第二甚至第三 我都可以直接從這個備份檔案 完整的將資料 復原到雲端平台上 這是一個VING 蠻特別的一個功能跟機制 所以從案例上面的一個使用上面 你就可以發現我們的規劃上面 在平時就會將我的什麼資料 先做好一個完整的備份 並且存放到雲端去 雲端是我的第二份資料 或第三份資料 一旦地端中心出了問題 我就可以將這樣的一個資料 直接在雲端設備上面 直接去做一個所謂的開啟動作 還原到雲端的虛擬機 讓整個data center 整個移植到雲端平台去 那今天不管你今天是AWS A9或者是Google VING都有這個能力 而且是一個內建的功能 你不需要額外的一個花費或者設定 我們就可以去做到這樣的一個還原 讓我們的系統 讓我們的企業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恢復正常的一個運作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完全沒有提到 那免不了我還是要去做一個監控的動作 因為所謂的威脅 所謂的這些惡意的一個入侵 其實它其實都是有這種有機可循 隨時掌握我們的備份資料 隨時監控我們的復原的資源 確保我今天真的需要它的時候 我能夠快速的去做一個還原的機制 我們就有賴於這種所謂的 監控分析的一個機制來處理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們在做備份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做一個比對 我可以拿過去的五份資料的一個平均的 一個所謂資料的一個成長率 跟你今天要所做的一個備份 先做一個比較 如果它的差異太大 平常可能每次備份資料 大概差異是在1%或者3%之內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正常的 但是今天的備份發現 我的資料量突然變成增加了10% 那當然這個突然的增加 那表示什麼 跟過去的行為不一致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出一個告警 告訴你 今天的資料量有點異常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多去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一個不正常的資料被放進來的 還是因為公司的生意真的很好 因為突然接到一個大單 所以我們的資料量變大了 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有發現這樣異常 我們通知的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就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去多做一些檢測 多做一些關注 來確保並不是這樣遭到惡意軟體的一個攻擊 再者 我也可以去監控 我們的所謂的系統的CPU資源 是不是有異常的一個使用 比如說在半夜3點鐘的時候 在過去3點鐘夜深人靜 那個生產線也大部分在停止作業了 那我們的系統呢 CPU的使用量原本上就不應該太高 結果突然這個禮拜 每個禮拜三的晚上3點 我的CPU突然會飆高起來 所以到底是程式出問題 還是有不正常的行為入侵了 去偷偷使用這樣的一個資源 再做一些不應該做的東西 所以導致我們CPU資源突然上升 或者是什麼 記憶體突然有不正常的運用 這都是一個不正常的行為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透過監控的方式 提早把它抓出來 然後讓我們的管理人員 提早做一些防範的一個措施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監控機制的即時告警 來告訴我們的管理人員 該去注意哪些方面 如果你都不做這些 晚上被偷偷摸摸摸進來 做了某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你完全沒有察覺的情況之下 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準備好了 發動總攻擊的時候 那為時已晚 那平常一定是有機可循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 甚至有些某些機器上面的一些 Service一些服務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些所謂的監控機制 來監測這些服務 是不是有一個不正常的一些使用 或者他不該啟動的時間他被啟動了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所謂的監控機制 來發現來提早做一些所謂的預防措施 那最後當然我們還是要去告訴大家 自動化的一個驗證 平常我們常常講 集合單位一定會要求資訊單位 你的系統必須要做到所謂的備份 備份之後呢 你必須要常常去做一個所謂的驗證的動作 所以為什麼我們可能在過去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每半年需要做一次還原演練 但是事實上半年夠嗎 我今天做還原演練 結果過兩天系統壞了 你不知道 你可能要等到再過半年才發現 原來你之前做的東西 表面成功其實都已經是失敗的狀況 所以你可能半年後才知道 這樣是不是為時依晚 所以做了備份 然後做了還原演練 還原演練之後 你還需要有個什麼還原紀錄 但是每半年做一次真的夠嗎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所謂的自動化的工作 減少人為的一個操作的介入 來降低他的一個人員的一個負擔 透過VIM我們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如何去驗證我的備份資料 在VIM裡面來說我可以在你的環境裡面 去開啟一個所謂的網路隔離區 透過這個網路隔離區 我可以將我的備份資料 直接復原在這個網路隔離區裡面 開起來去驗證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的虛擬機是不是可以正常被開啟 正常就把它啟動開啟完之後 我去檢測裡面的網路是不是可以連的通 能夠使用 如果你環遊回來後網路是不能用的 那這台機器等是一個孤島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一個使用 有了網路之後 那我就要再去驗證一件事情是 我每台機器裡面我的這些重要的服務 也許是資料庫 也許是一個web server 也許是你自己所寫的 撰寫的一個所謂的應用程式 這些重要的服務 是不是都有被帶動起來 更甚者我甚至可以在這裡面 去做一個所謂的病毒掃描 也許在我的Protation已經做一個掃描了 那我為了保險起見 我希望在我的備份檔案裡面 我也再做一次掃描 確保我今天備份資料裡面的檔案 是乾淨的 是沒有病毒潛藏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網路隔離區裡面 你不需要改你的IP的JS 不用去改你的所謂的hostnet 我就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驗證 一旦發生有任何的問題跟狀況 我會隨時的erar你告訴你說 這一個驗證出現了什麼狀況 那最後的結果我也會產生出一個報表 有啟動時間 有測試的標的 還有測試的一個項目 如此一來還可以將這樣的一個報表 發送email到你所指定的信箱裡面去 所以這份資料就可以拿來當作 像我們集合人員剛剛前面提到的 你的資料有沒有做備份 有備份完以後有沒有演練 有因為這個功能就是在幫你做 這樣的一個備份資料的演練 還原演練 那你的記錄也在這裡面 像這樣子 甚至像這樣子的一個報表 我們在集合單位都是可以被認可的 可以作為像ISO27001的 佐證資料之一 來作為一個附件 來確保我們的資訊 是被驗證過的 也經過演練的 是有所記錄的 這所謂的VIM的一個所謂的 恢復驗證機制 不同於一般只是檢查備份檔案的 檔案結構而已 我們是實在將你的備份資料開起來 去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除此之外 我也可以針對我們的所謂的NAS 我們的所謂的File Server 裡面的這些備份資料 去進行所謂的備份保護 而且有問題的時候 我前面也提過 我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快速掛載 從圖上大家就可以發現 平常我可能是只是做一般的備份保護 一旦我的NAS Server Potageum的NAS Server 出現問題 無法做正常存取的時候 在過去我必須去做一個什麼 還原 那還原之前 你要先把你的硬體設備也好 或者是你的軟體也好 先做一個修復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已經花了兩天的時間了 接下來你可能要再花10天的時間 才有辦法將你的資料做一個復原 為什麼要10天 很簡單 NAS Server大家都知道 裡面的資料不是只有幾百GB 可能是好幾十TB 甚至上百TB的資料 裡面的檔案數量 可能是幾千萬個 甚至是上億個檔案 你就可想而知 它要去做還原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花費非常多的一個時間 但是如果你透過VIM的一個 所謂的快速掛載機制的時候 很簡單 我只要將我的備份檔案打開來 直接先做一個掛載的動作 掛載到一個新的所謂的Mount Point 一個掛載的點上面去的時候 那你只要告訴我的使用者 使用者你先到新的掛載點去存取 你原本應該在NAS上面存取到的資料 這時候他可以做一般正常存取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來找管理人員說 我的檔案什麼時候就可以用 那這時候我們再好好的將我們的硬體修復也好 軟體修復也好 再去做一個所謂的Restore的動作 而這個Restore的動作 也不是只有一般的Restore 他會Restore完之後 還把這段時間 User在新的Mount Point上面 所做的任何的讀寫動作 去做一個Mirgration的動作 確保我的什麼所有的資料 都有正常的移轉到我的Protash上面去 這時候我再將所謂的新的Mount Point 關閉之後再請User回到 一般正常的存取點裡面 存取的Folder裡面 去存取我NAS裡面的資料 如此一來我的使用者 不會因為系統有問題而耽誤時間的存取 另外一方面我的所謂的管理人員 也得到一個充分的時間 好好將資料做一個復原的動作 所以這樣的一個快速掛載復原的機制 其實對我們的企業來講 就非常非常的實用 也可以達到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企業的一個彈性一個韌性的一個結果 所以除此之外 你有我們剛剛講的 我所有的虛擬機器平台 除了我的NAS之外 你也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環境裡面 企業裡面還有M365 Microsoft 365 越來越多的企業跟使用者 去使用Microsoft的M365 這樣的一個環境 去使用它的E-mail 使用它裡面OneDrive SharePoint 甚至是Teams 來幫助我們企業的一個營運 那上面的資料 也是需要我們使用者 企業自己做好保護 因為Microsoft在開宗名義 當你一開始使用M36的時候 它裡面密密麻麻的條款裡面 其中就有一部分 很明確的告訴你 Microsoft只負責軟體的使用權 你可以使用 因為你租用了這樣的一個使用空間 你是可以去使用裡面的軟體 再者 本身平台的安全性 它可以保證 因為Microsoft本身是經營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雲端平台的 那它當然保證這個平台的安全 它可以負責 但是裡面放上去的資料 E-mail裡面的資訊 OneDrive裡面 你所丟上去的這些檔案也好 圖片也好 設計圖也好 這個部分 通通都是我們使用者 必須自己做好保護 也就是說 萬一資料毀損了 萬一資料不小心刪除了 你找Microsoft要 他說對不起 這不是我的保管範圍之內 我只負責平台的安全 跟軟體的使用權 資料 我們使用者一定要自己負責 那這時候如果你之前沒有做好 所謂的備份保護的時候 你上面資料掉了就是掉了 沒了就是沒了 你在找誰都沒有用 找誰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做好備份 所以透過Ving的備份 for M365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可以將我在上面的資料 不管是備份放在雲端的儲存空間也好 或者是地端的儲存空間也好 我們都可以讓它放在一個 所謂的immutable的repositor 也就剛剛前面提過的 不可刪除修改的一個儲存空間 等到萬一真的需要它的時候 我不管是從地端或者是雲端 甚至從immutable的repositor裡面 我都可以讓資料做一個完整的復原 或者是我要只需要部分的資料 去做所謂的精細還原 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加上Ving One的一個協助 可以做到我們剛前面提到的 所謂的全面監控 來確保我們整個環境 不管是備份資料的安全也好 或者是production環境的一個資料 使用的一個安全 當然這些資料我們在透過Ving的設定 或者是一個配置之後 我們就可以經過測試 確保它在當災難發生的時候 或者是系統不可用 甚至是被駭客入侵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透過最簡單的一個操作方式 自動化的這樣資料 做一個所謂的復原的動作 那節省我們什麼 因為人為操作而產生的一些失誤 或者是因為之前沒有做過驗證 而無法還原的一個窘境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Ving通通都可以幫大家去做好設定 因為Ving是一個針對資料保護的 一個完整的一個solution 那當然在我們圖片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備份架構 不管今天你的資料來源 是一個虛擬機也好 是一個實體機也好 或者是一個NAS資料也好 透過Ving的一個備份保護機制之後 我可以透過所謂的Data Lab 就是一個網路隔離區 去進行一個驗證 也可以透過備份複製的一個功能 將資料複製第二份第三份到異地上面去儲存 甚至我可以放另外一份資料到雲端上面去之後 在必要的時候我的復原是直接復原到雲端的虛擬機 整個架構上完全符合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32110的一個架構 如此規劃之下 你才有一個完整的一個備份保護機制 也才能夠確保我們的企業 在遭受任何的一個所謂的惡意破壞也好 或者是天災人禍也好 我有一個什麼復原的一個能力 而且是可以在最快速最短的時間內 恢復正常的一個運作 所以善用我們的雲端的一個儲存資源 不管是資料原本就是在雲端的 透過VING來做一個備份 或者是資料原本是在地端的 我將地端資料移植到雲端上面去 我都可以有安全的一個防護機制 確保資料是不會被惡意的刪除或修改 當災難來臨的時候 或者是勒手軟體的攻擊之下 我都有一個什麼完整的 而且是有被驗證過的一個檔案 可以提供做一個所謂的復原的動作 甚至平常我可能只是因為系統的關係 或者是公司的政策關係 我希望在一個所謂的地端雲端之間 做不同程度的一個所謂的移轉 或者是雲端跟雲端之間 資料的一個轉換的時候 透過VING都可以幫大家 解決這樣的一個煩惱跟問題 那當然除了VING 提供的這個所謂的備份保護機制 也提供一個所謂的 可以監控分析 甚至是可以被驗證的一個 快速的一個恢復的一個計畫 所以完整的VING Data Platform 資料保護平台 可以確保我們的系統 還有雲端上面的一個資源 的一個充分的運用跟使用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簡單的一個 所謂的資料的一個分享 那謝謝大家 Hello 線上各位大家好 我是亞馬遜 Amazon Web Service 的 Storage GTM Specialist 也就是儲存的產品經理 那今天很高興呢 可以跟線上的各位分享 就是在現在進化的雲時代當中 你如何重構你的企業戰略價值 然後還有你的如何在這些資料當中 去進一步的發現 進一步的資料價值 那我們再講到現代的資料策略的商業價值呢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些數據 可以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呢是富比是在2019當中 他其實知道說 其實你只要把10%的資料呢 將它轉為可訪問 那平均呢 在前Fortune 1000的公司當中 他們可以看到 淨收入增加了6500萬美元 那當然我相信這個6500萬美元呢 對線上的各位 這是一個蠻遙不可及 有可能對大部分的各位 是蠻遙不可及 比較不能想像的數字 所以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 在IDC的報告當中 其實有些像是百分比的類別 因為我們常說呢 資料其實對大家各位來說 都是一個像現在有很多人講 New Oil 或者是資料 對你來說是有最 對公司來說是最重要的資產 那當然我們會需要有一些像是 數據來幫助我們證明這件事情 那當我們把這些資料的商業價值 帶出來的話 其實在五年的投包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有415倍的增長 而在總公司的營運成本當中 可以減少48%的總營運成本 這個都是圍繞著現代化 我們講的資料策略 也就是Data Driven的這樣子的資料策略 那當我們講到現代這兩個字 其實通常我們對比的就是 傳統的解決方案 那傳統的解決方案呢 其實沒有辦法達到的一些業務成果 像是什麼 這個是麥肯熙的報告當中 有一些企業的分享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呢 其實可以提到 可以看到呢 有許多銀行呢 其實他們還是非常struggle 沒有辦法可以達到 就是通常銀行在採用現代化資料策略 基礎結構當中 其實可以節省的成本節約 或者是更大的靈活性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人 是沒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階段 好 那這個其實原因就是來自於資料孤島 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Data Silos 其實Data Lake當中 我們在講 所以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客戶 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是轉到右側 像是像現代資料湖 那當然資料湖呢 有非常多種不同的定義 我們今天在講的資料湖的定義呢 其實就是一種資料 集中式的資料 在結構上 我們是一個集中式的資料湖 這可以集中呢 來自於不同種 像是你公司內部的一些 像是檔案影音格式 又或者是一些資料庫上面 不管是關聯性資料庫 或者是非關聯性的資料庫 那這些都可以 統一集中在資料湖當中 而Data Silos呢 就是傳統上 即使你採用了一個 比較現代化的資料的分析工具 但是由於你的資料呢 仍是不同的來源 有不同的目的地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你就沒有辦法跨這些資料湖島 去取得一個比較好的縱效 那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客戶呢 將現在目前他們的資料結構 轉移到右側 現代資料湖的架構之下 而資料湖在雲上的最佳做法和考量呢 在我們今天的內容當中呢 我們就會介紹 第一步呢 是建置你的資料湖 第二步呢 是實作安全性和資料控管 第三步呢 是最佳化你的效能和成本 好 那我們在這裡也先停一下 其實當我們在講說 資料湖其實它在雲上 除了這些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步驟之外 我們可以先停一下資料湖在雲上 它究竟可以為你帶來什麼樣子的好處 線上的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其實第一個呢 我們最常聽到客戶的就是說 其實它可以把compute跟storage 也就是運算資源和儲存去分開擴展 因為傳統的這些資料結構 要處理data silo的問題 當你現在有擴充儲存的需求的時候 你通常可能也會需要跟著你的運算資源 這樣子一個節點一個節點 這樣去做擴展 那作為管理者的角色來說 當你這樣子擴增了新的節點之後 你下一步就需要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去分配這些資源到正確的人身上 而下一次如果它又有新的擴展需求的時候 我該怎麼樣去做處理 當然在傳統的地端上呢 可能還需要面對的就是 如何的去處理一些硬體啊 障礙啊 SLA的問題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最常見看到的就是 其實現在的資料儲存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在雲上 例如說我們存在S3上 我們就可以直接針對它S3 就地我們去做分析 那這件事情的好處呢 帶來的好處其實有非常多 除了就地可以幫助你節省 你去資料去讀取複製 這些的時間成本之外呢 那對於你在管理上呢 其實當資料一複製 你就會產生同步多版本的問題 那另外呢 你在備份備援 可能也會去重複 去做重複的備份備援 那這也是造成資源的浪費 而第三個呢 當然就是雲上最常說的 就是on-demand pricing 你隨需可用 根據你的隨需要呢 你去配置你所對應的資源 那你也只需要針對你所使用到的資源 去做 去做付錢 所以這個整體在成本上 就是都是 為什麼SLA目前客戶會選擇 將他們的資料戶建置在雲上 我們最常看見的三個原因 好那在下一個階段呢 我們就會先從第一個步驟 也就是建置你的資料戶開始 好那當我們講到建置你的資料戶呢 其實我剛也稍微先破梗了 我們講到S3 那其實第一步就是你要選擇 你將你的這些資料戶儲存在哪裡 那S3當然是一個非常常見資料戶的儲存目的地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在目前已經有累積超過17年以上的經驗驗證 而這個呢 它當然有非常多 像我們現在在這個slide上面 可以看到的一些優勢 那我舉幾個例子來說 例如說我們剛提到的擴充性 S3上面呢 其實已經有2.8兆個物件已經儲存了 而這個都是基於我們在剛講到17年以上的驗證經驗 而在上面呢其實也有數十萬個資料戶也正在運行當中 而第二個 客戶呢可能會在意的是安全性 安全性呢 像是我們在AW上面呢 你可以透過IAM 有之我們在雲端上面的角色 就是像user rule這樣子的設定呢 去幫助你去設定不同的角色 有什麼樣子的surface的存取 那當然呢 在這些資料的時候 通常也會提到的就是 如何去做加密 所以在一些加解密 或者是client side Server side的encryption 其實在S3上面也都有非常廣泛的支援 而第三個呢 則是ecosystem的整合 我們現在目前呢 除了你將你選擇S3 你可以利用AW上面非常多 不同種的分析工具 或者是AI mail的工具以外呢 其實現在目前像是third party 像是常見的databricks noflake 也都是一些非常常見的組合 會基於S3上面的資料戶 再進一步的去做分析 當你選用了你的資料呢 是選擇儲存在S3之後 下一步呢 你就會去選擇 如何將這些資料傳輸到資料戶的選項 那我們從左邊呢 可以看到第一個是離線的資料傳輸 也就是用AW的Snow Family 那這個主要是針對第一次出事傳輸 如果你有非常多大 非常多非常大的資料量 那如果你透過網路傳輸 這個速度太慢的話 你可以討論用離線的資料傳輸呢 去幫助你減少 加速你第一次傳輸的時間 而第二個呢 當你資料大部分的資料 已經傳輸到雲端上 在之後呢 你還是會有一些增量的變更 增量的資料產出 你就可以透過AWS的datasync呢 去幫助你蒐集這些資料 不管是來自地端 來自其他 其他AWS上面的資料產出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種雲 其實都可以透過datasync呢 將這些資料統一集中到S3上 而第三個呢 則是AWS的Transfer Family 它主要是針對像是一些FTP 或者是SFTP這樣子的protocol ,是datasync沒有辦法支援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AWS的Transfer Family呢 去將這些資料傳輸到S3 你的資料湖目的地 而最後呢 就是混合式存序了 是透過AWS的Storage Gateway 如果當你現在目前主要的 生產的production site 並沒有要遷移到AWS上面 又或者是你現在目前在產出 你一些資料湖會需要儲存的東西 例如說你產線 所產生出來的一些記錄資料 那你就可以透過AWS的Storage Gateway呢 去將這些資料 人在地端上的產出的資料呢 透過混合式的儲存的方式呢 將它寫入至S3當中 好 那除了這些檔案資料之外呢 如果你的來源呢 是來自於資料庫 那你也可以透過資料庫的千億服務 DMS呢 將你這些資料庫 不管是當SQL 都可以直接的集中呢 到S3上面去做處理 好 那我們剛剛講了 你如何選定了第一個S3 作為你的目的地 那第二個呢 是選擇了正確的工具 而幫 而將這些資料呢 統一集中在你的資料湖中 下一步呢 你就需要去決定 你是要使用什麼樣的資料分析 和機器學習服務 去做資料倉儲這件事情 App Store的感覺 但當然呢 如果最近你有關注AWS 在AI這相關的一些 近期的新功能展示的話 你一定也會注意到 我們近期有推出一個 叫做Amazon的Badrock 那現在目前呢 其實已經正式推出了 那它提供了呢 是現在目前領先的基礎模型選項 例如說呢 像是Cloud 2 Lama 2 或者是Amazon自己的LM的 大型的語言模型 Amazon的Titan 那這些呢 其實你都可以直接在 雲端的介面上呢 它可以用非常 User Friendly的介面 你可以直接透過API的方式 去簡單的建立你的Packground 你就可以直接的開始提 在Amazon上面呢 用安全的方式去體驗你的 生成式AI的這個旅程 那回到我們剛剛講的資料湖 像你選擇資料分析工具之後 下一步其實還是有些資料 持續注入的需求 那此時你就可以搭配我們的全托管 像是Amazon的Kinesis 或者是Amazon的MSK 去幫助你持續的去輸入這些資料串流的來源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去自己 根據開源框架去運行在EC2 EKS上面 其實也有這樣子的選項 而最後呢 也有AWS Group呢 它可以去幫助你透過5-4伏器的方式呢 去做ETL 那這樣子其實 對於5-4伏器對於各位的好處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去考慮 你下面的Infra要配置什麼樣的資源 才可以運行這樣子的ETL服務 那相較之下是一個比較簡單 隨需可用的一種配置的方式 好 那第二步呢 我們會講到的是 實作安全性 配源跟資料控管 因為當然將你的資料呢 全部都集中在S3作為你資料壺 下一步你會考慮的就是 我如何提升它的安全性 畢竟它現在可是集中了非常多重要資料 可以幫助我bring more insight的重要資料 好 那第一個呢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透過AWS的身份和存取管理IM 它可以幫助你去提供跨S3 以及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要跨其他的AWS分析服務的話 你可以去做跨服務的存取控制 而第二個呢 如果你想要針對within S3 去做一些安全性規則的設定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bucket的policy 或者是透過S3的access point 你可以幫助你去在更多資料壺 你資料壺越來越scale的同時呢 可以幫助你有提供一些 更彈性的全線管理的配置 稍後下一頁呢 我們會簡單介紹一下S3 access point的使用場景 而第三個呢 則是靜態和動態的加密 加密的話呢 其實我們支援client-side server-side encryption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特別提的就是 我們其實現在也有支援bucket-key 那它bucket-key這個推出呢 其實它的用途主要是針對 像是以往呢 如果你做server-side加密的時候 你往往你會把你的key存在AW上面的集中的KMS 也就是密要的管理服務 但是當你需要解密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request這個KMS上面的key 那此時呢就會有request的成本 而且其實你在全線上可能就會需要額外去做設定 但是現在有bucket-key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減少這一段就是在request 主要就是減少這一段在request的成本 所以可以幫助各位用比較低的成本 但是取得同樣安全的加密服務 而第四個呢 就是S3的object-longed 現在其實比較多使用的場景 可能是資料的脱敏 也就是資料的去敏感 因為像是很多資料 其實像log啊 或者是一些用戶資料 可能會有一些敏感的資訊 那你就可以透過S3的object-longed 其實它就是在儲存層之前有一個計算層 它可以幫你去做資料的預處理 那可以幫你去脱敏 去除這些敏感資訊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你可以避免當資料 真的到client-side 或者你在傳輸的過程當中 就是脱敏狀態 或者是在client-side那邊呢 其實是可以減少一些在處理上的成本 資源成本 而最後呢 則是S3的object-lock 然後跟版本控制 那這個主要是針對防止你誤刪 那這個誤刪的來源 其實有一些來源 例如說像勒索軟體 或者是公司內部的二億員工 或者是公司內部 即使不是二億員工 可能也會有不小心 就不小心刪除了公司重要資料的場景發生 那S3的object-lock 或者是S3的versioning 其實就是幫助你在這些安全性上多加一部關卡 在你不小心誤刪資料的時候 你其實有先前的版本 可以幫助你去還原 或者是直接透過lock的方式呢 去直接保留那一份的黃金副本 好 那以上呢就是將你把資料呢 放在S3上面 你可以搭配的一些安全 可擴充的一些功能 可以幫助你提升你資料壺的安全性 好那我們剛好提到呢 就是Amazon S3 Access Point 的使用場景呢 其實可以看到右途呢 其實這個通常都是針對於 在共用資料壺 你有更多共用資料壺 規模化的需求的時候 那尤其你有多租戶的場景 像在這個例子當中呢 可以看到如果當你公司內部當中 有不同的單位 像是金融、會計、銷售 他們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存取需求 那此時他們就可以用 共用的Bucket Name 去做存取 但是在這之前呢 他們並不需要去透過 真的存取到Bucket Name 才可以判斷它的權限 他可以通過它下面的Access Point 他其實就是建立在Bucket之前呢 可以去幫你簡化流程的設定 去確認它的權限 好那這個游行呢 是在比較規模化的資料壺的架構當中 我們會比較常見 那下一步呢 如果當你的資料壺 擴展的越來越大之後 你可能就會有要 進額備份的需求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搭配Multi Region 去提升你的韌性 那在左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S3的Replication呢 它可以幫助你去做 相同區域、跨區域、跨帳戶 E對多這樣子 很多種不同彈性的 跨區去幫助你提升韌性 好那在進一步呢 在右邊呢 當你這樣子有不同的Region之後呢 其實也很多人會搭配S3的Multi Region Access Point去做使用 這裡的Access Point 其實跟剛剛的S3的Access Point的概念有點像 只是這邊呢其實又多加了一個Multi Region 那其實這個Access Point呢 就是幫助你在存取這個Access Point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幫你判斷呢 你需要Route 你需要對應到哪一個Region之下的物件 它可以選擇最低延遲的 所以將這個整個在判斷哪一個Region 你不需要再去額外去建一個Application 去做Region的判別 簡化你在Region判別上面的處理 最後呢 有AWS的LakeFormation呢 它可以提供給你一個集中的 可以去幫助你做 統一的資料壺當中的建制、管理、保護、公用資料 那可以幫助你簡化這整個資料壺的 建制資料壺的流程 好 那第三步呢就是如何最佳化效能和成本 我們今天講的資料壺呢 其實都是圍繞著S3所展開的 S3呢現在目前有這麼多年的經驗 當然也有依據不同客戶的需求 我們有非常多不同種的Tier 可以讓大家選擇 而用戶往往呢其實不太確定 我要選擇哪一個Tier 才能正確的幫我節省成本 那萬一如果我不符合預期 如果我存在比較冷的Tier 但是我其實 其實哪一天需要 比我預期更頻繁的需要它 這可能會反而對我造成額外的成本 那也因此呢我們有S3的Intelligent Tiering 就是為了幫助你們 簡化管理儲存作為Infra這件事情的成本 那S3的Intelligent Tiering呢其實自推出以來 其實已經在背景當中默默的幫客戶 節省超過2.5億美元以上的美金 那它所實現的方式呢是透過什麼 其實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橘色的三個小方 橘紅色的三個小方塊 這個其實這三個層呢其實都對應到我們 在一般的S3上面的其他層 但是它會有不同的單價 那我們針對物件呢如果超過30天以上沒有被存去 或者是超過又再超過儲存到不償存去層 又再超過60天以上呢不償存去 我們就會自動讓它移動到封存的即時存去層 而在這個移動過程當中呢其實你作為用戶 其實不用擔心這個存取的效能 會有妥協 因為在這個三個層之間即使我們是自動的 游移幫你去做遷移 但是在提供的存取的Latency 其實都還是在毫秒等級的 而如果你相比於封存跟不償存去層呢 其實這樣子的自動移轉 幫助你就可以節省超過68%以上的單位成本 所以這個在背景當中呢其實就可以自動 跟你不需要改什麼你現在目前的call 然後也不需要另外去幫助你去monitor 其實S3 Intelligent Tearing 就會自動的幫你監控你現在目前物件的存取行為 而幫你選擇正確的tear 那如果你進一步的想要節省成本的話 也可以搭配封存的兩個tear去做使用 那當然它的單位成本會提供更便宜的單位成本 但是在你存去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需要伴隨而來的就是比較長的 呃分分鐘到小時的還原時間 那如果這個對於你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也可以搭配封存層去進一步的去做成本的節約 而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搭配Amazon的S3的Storage Lens 呃在你的組織之中呢 即使是資料壺 你一定也是會有多個bucket 那這個Storage Lens呢 其實是可以幫助你提升整體組織的可視性 那在這裡呢第四點有提到就是他可以提供一些成本最佳化 或者是資料保護的最佳做法的建議 那以我們剛剛提過的一些例子來說 像是成本最佳化 呃我們就可以看 比如說在一段時間之內 呃我們可以看這個bucket之下 他目前每個object 呃是不是大部分的object 都在60天之內沒有被碰到 那這個就代表說其實說不定你的儲存 透過調整你的儲存tear 你有機會可以去降低你的成本 不管是透過剛剛的智慧分層 又或者是選擇更便宜的tear 來幫助你降低整體的成本 這個是在成本最佳化的部分 而在資料保護呢 呃其實像我們剛剛有提到加密 呃預設呢其實我們都會建議你在雲端上的資料 還是需要再去做進一步的加密 那你也可以透過storage lens呢 去幫助你找到哪些object 哪些bucket 現在是沒有被加密的 那進而可能可以去提供給你 你去做下一步的action 你應該去做這些資料的保護 進一步的資料保護 那他有根據不同的維度 像是區域啊儲存類別 或者是prefix 有點像是s3 呃story上面的一個folder 這樣子的概念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維度去做篩選 好那這個要去enable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你其實直接從amazon的s3上面 就可以直接啟用 那就可以直接去做體驗 那在基礎的一些呃觀測的維度上面呢 判斷的指標上面呢 其實是不需要再去做額外的費用的 所以其實都蠻建議各位如果現在目前在 AWS3上面已經有多個bucket的話 都可以直接開啟這個storage lens去體驗看看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的兩個都是 比較像是增進成本 在成本上面如何進一步的去做優化 而在這裡呢我們就是如何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效能的話 那你這時候可以搭配我們另外一個檔案系統 amazonfs4luster去做為它的高效能檔案介面 fs4luster呢它特別之處就是在於 它可以直接連結現有既有你在s3上面的bucket 那它你可以想像它是有點像是cash的方式 可以提供給你更高效能的檔案介面 但是這個檔案介面呢可以給你一些檔案的protocol 讓你去存取那這樣的好處 作為高效能的好處是什麼 如果當你現在目前的client side 有多個client side 你可能需要更平行的去存取運算 那你就很適合透過fs4luster去做這樣子scale out 然後去做多個client去做存取的這樣子的操作 那當你呢編輯了這些檔案儲存 其實又可以再把這些資料存回去s3當中 而這個fs4luster其實它也是可以on demand的 如果你現在目前發現了 我現在的資料 我現在的machine learning 可能卡在就是我資料讀取的 我花太多時間在做資料的讀取 資料的loading下載 那你就可以透過fs4luster去加載這個高階能的檔案介面 去加速你檔案下載的過程 對那這個簡化所省下的時間呢 其實意味的都是你在開CPU GPU這邊的運算資源的成本 所以雖然它是一個高效能檔案介面 但是它同時呢也可以幫助你去節省 你在運算上面的資源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目前 近期越來越多呢在做一些模型運算 AI沒有模型運算上面會看到的使用場景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三個步驟 就是如何的為你的數據加值 從你的建置你的資料庫開始 然後如何呢去進一步的提升 備援安全性等功能 那最後一步呢 最後一步呢我們就會提供 像是成本或者是效能 這邊如何去做成本的節約 或者是提升你的效能 這樣子的tips 好 那當然我們也在離開的最後呢 給各位一些key takeaway 那第一個呢是 我們建議你使用Amazon的S3 作為你的資料庫的儲存層 因為這個都是你在建置資料庫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需要選用哪一個地方作為你的儲存目的地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S3 有許多 我們除了在經驗的驗證之上呢 安全性擴展性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的是 在ecosystem的整合度上面 除了在現有我們AW上面的分析服務之外呢 其實在目前第三方的tool上面 我們的整合度也非常高 那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S3作為他們資料庫的儲存層 那如果你進一步呢 需要透過 你有時候會需要一些高效能的需求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on demand的去開啟FSX Veloster 那去加速你的資料讀取 或者是你需要擴展平行運算這樣的需求 那第二個呢是 安全性和效能的一些最佳做法 S3現在呢其實目前都是預設封鎖公開存取 Block Public Access 那我們也同時推薦各位使用加密服務 第二步呢我們在雲端上呢其實就是會使用IAM 有點像是在雲端上的user role的方式呢 去幫助你做全線的控管 那進一步的你也可以最佳化你的檔案大小呢 去增進你讀取的效率 第四個呢你也可以透過Storage Lens呢去幫助你 不管是提供你現在目前資料保護的建議 或者是是否有成本節約上的建議 好那最後一個呢則是我們也建議你預設呢 如果你現在並不知道你的資料存取行為 尤其在資料湖這樣的場景當中 我們十分建議你直接預設使用AWSS3的智慧型分層 來作為你的預設儲存類別 在背景當中呢自動幫助你選擇正確的tier 節省你的儲存成本 那如果你有資料湖建設的需求呢 其實也可以透過AWS的Lag Formation呢 來統一集中建立管理控管你的資料湖 減換在資料湖管理上面的流程 那最後呢可以使用最佳的分析工具 那這邊S3的優勢就在此了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有非常多完整生態系的整合 你可以根據你的使用場景去選擇最適合你的分析工具 那如果你對我們今天的內容有進一步想要了解 我們有非常多線上自我學習的資源可以讓你 免費的學習資源可以讓你直接線上學習 AWSSkill Builder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入口網站 有非常多如果不管是你想要做一些證照的考驅啊 或者是學習一些我們剛剛講的Storage的一些101的知識 其實就會是一個非常好入手的一個網站 那其實在在上面其實如果在某些課程上 其實你達成之後還可以直接在Linking上面有page 對所以其實還蠻好的 那推薦大家可以去我們線上的資源去做學習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呢就到這裡 那謝謝各位在線上呢跟我們一起探索這個 如何建置資料湖 然後進而呢找出資料價值的這個session 那如果各位呢接下來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可以聯繫我們AWS的銷售團隊呢 進一步可以幫你做介紹 謝謝 大家好我是Digitimes分析師陳冠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深層式AI資料特性 影響雲端工具的現況與趨勢 整份簡報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首先我會先介紹三大公有雲的目前的概況 接著我們會介紹這些雲端業者在深層式AI佈局的趨勢 再來則是專注於深層式AI資料的特性 對雲端工具的影響 最後則是未來發展的觀察 第一個部分是三大雲端業者的概況 目前初步觀察雲端業者的市場規模還在持續的成長 不過呢總體來看呢 營收的成長率則是大 逐漸的下滑 由於先前受到疫情的影響 雲端業者的營收出現了明顯的劇烈的變化 但是在最近的一兩年內 整體的營收成長率 逐步緩慢的下滑 而最新的資料顯示 仍然是持續在比較低的成長率 對於這些大型的雲端業者而言 他們需要尋找的是新的成長引擎 接著從資本支出的規模來看 同樣受到疫情的影響 前幾年雲端業者的資本支出出現了劇烈的變化 而在最近的一兩年內 則是出現了逐步緩慢的下降的趨勢 而最近的一起的最新資料 因應深層式AI的需求 這些資本支出又再度的呈現正成長的趨勢 介紹完雲端業者所面臨的大概的整體概況之後 我們聚焦於他們在深層式AI的佈局 因為雲端需求仍然持續的成長 同時因應各國各地方的資料主權的規範 所以這些雲端業者仍然在持續投入的資料中心的部件 但是因應深層式AI的需求 這些AI的需求將會加速雲端業者在資料中心的建設 而雲端業者因應深層式AI流程的複雜性 針對其中的一些關鍵的環節 提供了相對應的一些重點的雲端工具 像是在預訓練模型部分 三大雲端業者都有提供相對應的這些模型資料庫 提供用戶簡單而且快速的尋找並選擇適當的AI模型 同時針對已經微調後或者是優化之後的AI模型 那雲端業者也提供相對應的像是提示詞 或者是應用程式開發工具 能夠加速最終的AI應用程式的開發 而針對上述的這些流程 雲端業者也提供了相對應的套裝方案 能夠加速和減少這些研發過程中的挑戰跟困難 接著我們提高一個層次 從個別的服務來看的是整體的解決方案 首先我們從AI研發中關鍵的三個資源 像是運算力就是GPU 還有演算法 AI模型 還有數據 三個部分 來看它的不同的來源 我們大致上整理出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 第一種是一站式的方案 第二種是客製化的AI方案 第三種是用戶自研AI模型 一站式的方案它的優點是它的應用開發速度相對迅速 但是如果說都是使用相同的AI模型 例如都是串接OpenAI的CheckGBT的話 那各個不同的應用服務 彼此之間的獨特優勢會較低 因此我們觀察 大致上會針對的是 原本沒有AI應用的這些新興領域 應用這些新的AI服務 能夠讓它進一步的AI化 至於是客製化AI方案的部分 主要還是需要由用戶他們自有的數據的品質 會是影響最終的AI服務的獨特性跟它的優勢 再來是用戶自研AI模型的部分 因為用戶必須自行投入這些投資 還有這些訓練的過程 因此它的投資風險會是最大的 但是因為AI的模型和數據 都是基於用戶它自己的業務 和一些服務範圍 所以說它跟它的最終的那個應用服務 和他們的那個整體的業務 會整合度是最深的 而且未來的發展潛力也是相對較大了 最後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 由於AI的發展其實是已經有許多的應用 同時也有一些相關的使用者 並不是一個全新的市場 我們可以觀察說它目前面臨最大的挑戰是 如何從早期的這些比較小規模的市場 賣入到大眾一般使用的這種主流市場 而雲端業者已經佈局了大量的不同的服務 像是從基礎層 GPU CPU 的重擊 還有AI訓練的工具 應用程式的開發工具 還有彈性解決方案 以及相關的教育訓練 諮詢等等這些推管活動 雲端業者從不同的層次不同的面向 提供協助跨越這些 這些AI市場發展中 可能面臨的一些挑戰 接著我們觀察到最新的趨勢 雲端業者主要還是關注在雲端AI的部分 但是目前市場上已經開始關注的是 邊緣AI 像是AI PC AI手機這些部分 基於從雲端業者立場來看 其實是希望將自己雲端AI的服務 能夠延伸並拓展至終端的部分 那這時候混合式AI的特性就浮現了 我們目前觀察到的是像Google 或還有微軟 他們會分別從小型的AI模型 還有就是像是應用程式 還有一些就是這個OS作業系統 等等這些不同的方式 試圖將自己雲端服務 雲端AI的服務這些功能 延伸至終端的情況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情況 大致上是呈現的是軟硬整合的趨勢 這些雲端業者將自己的AI模型 整合到原本的這些OS 和這些軟體系統中 而這些軟體和這些系統 能夠搭載在這些多元不同的終端上 整體而言我們初步觀察 雲端業者的佈局大致上是以軟代硬 在這裡先做一個大致上的小節 目前觀察雲端業者在這些開發工具 還有終端產品的佈局已經見趨完善 特別是隨著生態系相關的軟硬體廠商的協助 整體的市場還有生態系發展的相當迅速 然而後續的主要的發展重點大概就是 AI應用能否進一步的開發 能否進一步的普及化 因此 AI 能否準確回應 還有滿足用戶的需求 會是成為未來下階段應用普及的關鍵 因此我們觀察到的是提升 AI 生成的品質 會是雲端工具他們發展的目標 接著我們就針對的是 生成式 AI 資料特性 對雲端工具的影響 首先 生成式 AI 其實它的產出相當的多元 包含的文字 影像 聲音 還有行為 以及各式各樣其他的部分 雖然種類多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說 這些類型大致上都是屬於非結構化的資料 而這些非結構化的資料 仍然是一個相當重要 而且還有待開發的一些資料 目前觀察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全球非結構化資料的成長非常的快速 我們參考 IDC 的調查 2022年全球企業的資料 大約僅有10%是結構化的資料 其他的大約90% 都是這些非結構化的資料 而具體數據上來看 2022年全球企業大概就產生了 57,281B規模的資料量 同時預計2023年將會產生 73,000 EB 以上的非結構化資料 而這些年成長率達到了28% 深層式 AI 不僅受惠於這些非結構化資料 同時也能協助將這些非結構化資料 提取其中的重要的價值 不過深層式 AI 要達到提取這些資料中的關鍵價值 仍然還是會面臨的一些挑戰 特別是 AI 幻覺的議題 像是 AI 可能會胡說八道 或者是說無中生有 一旦出現這些問題 將會高度影響它的應用價值 我們初步觀察 AI 幻覺的成因 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訓練資料庫的因素 另外一個是 AI 模型的因素 在訓練資料庫的部分 由於訓練資料必須先行下載 然後做一個初步的清理之後 才能進行後續的 AI 訓練 而這個過程可能會造成這些資料已經過時 沒有即時接觸到最新最快的一些資料 另外一個 則是因為這些大型訓練資料庫 都是使用廣泛來自網際網路上的各式各樣的資料 因此資料它本身可能就存在的一些偏差 還有一些局限性 接著在 AI 模型的因素部分 由於 AI 只是基於我們輸入的提示詞 還有它訓練的這些資料進行回應 所以它缺乏更廣泛的這些背景相關的知識 再來是 AI 它其實本身 無法自我評估回應的正確性 所以它只能夠根據它計算 運算出來的最優解提供回應 那我們接著就與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接著為例 Microsoft Copilot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就是應用程式的部分 那用戶從這些應用程式 輸入了這些提示詞之後 不會立即就交由大型語言進行這些 運算還有生成回應 而是會先轉到左下角的這些微軟圖 進行這些預處理的部分 而這些預處理會針對用戶在 M365 上面 所使用的這些紀錄和一些相關的資料 進行語意的索引跟搜尋 那藉由這個方式提取出與用戶 他所要求或他所希望的提示詞更精準 更調整過後更明確的這些提示詞 之後才會將它輸入到這些大型語言模型中 進行運算還有生成回應 最後回應就會回到這些應用程式 產生這些指令 整體而言這個過程是希望能夠以實際的資料為基礎 避免剛才所提到的AI產生幻覺 還有虛構內容的問題 另外我們可以觀察到有兩點特點 一個是這些輸入的這些應用程式 大致上都會是非結構化的資料居多 而且另外一個是這些提示詞不會立刻就交由 生成式AI這些AI模型進行運算 而是會先經過一個資料預處理的流程 而這個資料預處理的流程 目前也成為這些資料庫業者相當重視的一個商機 大致上我們觀察到有兩類的資料庫的類型和業者 一個是向量資料庫 另外一個是圖形資料庫 目的都是希望能夠在這些預處理的流程中提供更精確 更準確的內容 這個模式我們大致上可以稱為是檢索增強生成模式 同樣的就是如同剛才所說 是希望能夠基於實際 而且具有高度相關的資料去生成相關的回應 目的也是希望避免AI幻覺 至於向量資料庫和圖形資料庫兩類中 目前被受到重視的就是向量資料庫 接著我們會再針對向量資料庫多做一些說明 我們先大致上介紹一下向量資料庫 它在進行預處理的一些流程 提供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概念 首先這些非結構化的資料像文字或是圖片 它會將它重新編碼為向量 例如像下方所看到的 我們可能輸入的是水果的查詢詞 那它會轉化為一個向量 那資料庫裡面的各些不同的文字 同樣也會轉化出一個向量 這些向量化的資料格式就可以套用 目前比較廣泛使用的分類分群的演算法 進行糾結 然後我們再針對這些查詢詞 還有提取出來比較相關 或者是同一類的這些資料 作為提供給AI運算所使用的這些提示詞 例如我們查詢的水果 那它只會再把蘋果或草莓這些提示詞 納入到AI的這些運算之中 而會先行排除掉貓跟狗等等這些 不相關的資料 然後AI模型就會再針對這些資料去生成相關的回應 那以上是一些簡單的基本概念 整體而言 因為非結構化資料非常的龐大 再來就是生成式AI這些大型語言模型的潛在商機 也非常大 目前在向量資料庫已經吸引了眾多業者投入布局 左半部是一些專門提供向量資料庫的業者 右半部則是一些既有知名的這些資料庫業者 和一些雲端業者 他會在既有的這些資料庫服務中 新增了向量搜尋的服務 而這些既有的業者 他本身的這些資料庫服務 又可以再進一步擴展 產生一個更新的一些生態系 最後我們來觀察一下未來發展的趨勢 首先AI的發展已經從逐步邁向的是應用 還有應用服務的這些落地的方面 那但是因為現實中存在著很多複雜的議題 同時產業的需求也不一樣 這些多元的需求和複雜性 可能會導致的是一戰式方案和解決方案生態系的出現 由於現實世界的複雜性 透過一戰之四的方案 能夠降低用戶使用上的困難 同時藉由生態系的方式結合不同的合作夥伴 雲端業者能夠提供更為彈性更為多元的服務 接著則是萃取資料智慧的部分 如同之前所說 目前大致上全世界產生的非結構化資料的規模非常龐大 但是如何從這些龐大的資料中產生關鍵的洞見 協助企業做出決策 仍然是一個相對欠缺還有具有發展潛力的部分 所以這些治理非結構化資料將會是未來發展的重點 再來是如同Copilot的案例所呈現 預處理的流程的重要性會日益增加 一般用戶所輸入的這些提示詞 不會直接就交由大型語言模型進行運算和生成 而是會先進行這些預處理的流程 提供更相關更重要的這些提示詞 然後再提升最終也是希望能夠提升 AI生成的一些準確性 再來這是最右側的部分 我們目前觀察的是 檢索增強生成模式是具有發展潛力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具有資料控管的特性 由於它只針對用戶輸入的這些關鍵詞 或這些提示詞 尋找相關的這些資料 而不是將整個資料庫的資料 全部注入到大型語言模型內 所以說在資料管控上 它可以降低的是 比較可能出現的一些資料洩漏的問題 同時如果再搭配一些 全線管控的這些措施的話 可以更進一步的降低 資料外洩的問題 再來是 因為檢索增程生強模式 它將AI的運算 和它的之前的預處理流程 是區分開來的 所以可以搭配混合雲的架構 如果說有一些比較關鍵的資料 或機密的資料 可以透過在地端或在公司內部 先行處理 進行計算之後 再提取其中相關跟重要的部分 注入到AI模型中進行運算 和生成內容 整體而言我們觀察 展望未來的話 下階段的AI發展 主要還是以應用需求為主 再來是資料的品質 也是未來這些AI跟雲端工具 發展的關鍵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內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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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